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王欣怡 今天的新闻交调 我们带您关心 台湾边境松绑新规定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了 节日起调整入境总人数是每周四万人 另外从7月14号开始 我国公民以及是持有有效居留证者 还有到台湾转机的人 那么在搭机前都可以免付两天内的PCR报告 继续还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 这起相当离谱的超商随机性侵案 在高雄凤山某间超商 5号凌晨一名理性男子看到女子落单 上前搭讪被拒绝之后 居然当场强行拉扯对方医护 虽然店员介入处理要帮忙 但是嫌犯居然是趁着店员 要帮忙报警的时候离开空档 当场性侵得逞 而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引发了民众恐慌 直言台湾的社会治安 怎么会变成这样 7号凌晨两点多钟 在新竹县的新宫派出所 则发生这起爆炸意外 让大家非常傻眼 这一名男子跟家人发生争执之后 情绪大失控 居然带着自制的炸弹 跑到派出所要求助 而就在过程当中 炸弹意外引爆 将他的右手掌当场炸弹 就在今天凌晨 刚提到新竹县新宫派出所 发生这起爆炸意外 这名男子在自制炸弹 那么叫做撒旦之母 直接前往派出所 但是问题来了 原来这样的恐攻武器 在国内并不算罕见吗 过去案例当中 在2019年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蔡玉辉的总部 就被人放置这个炸弹 还有2016年 戏指水灵山庄发生爆炸案 都是这一款的炸弹 不仅是杀伤力强 更严重的是 有心人士相当容易取得 外送员实惊不媚 未为佳话 就在5号台南这名外送员 在路上捡到这只皮夹 结果里面有厚厚一点的钞票 送完餐饮之后 立刻是到派出所 从此把讯息PO上网 刚好鸡排店的老板娘看到了 想到了之前 看到有顾客 就是掉了皮夹 牵连之下 那么促成了 把吃足可以找回他的钱 夜市美食烤玉米 烧烤玉米更是许多民众 必点的餐点之一 那么就有民众 到夜市去之后 吃了一肚子气 原来他点了三只烤玉米 但是价格却300多块钱 让他觉得怎么会这么贵呢 但行家带你们看门道 9号一大选年底要登场 但美党到现阶段为止 还是没有正式敲定 双北市长人选 都是台面上在喊话 让基层要选的议员们 可以说是相当焦虑 而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就透露说 他所知道的版本 美党最后派出的 台北市长人选 就是陈时中 那么在新北市长人选 则是屏东县长潘孟岸 透过科技执法来减少交通事故 跟警力的耗费 其中有一项 大家最熟知 生活上会看到 就是区间测速 但是最近有许多 像是交通乱象当中 都是为了躲避区间测速 而通知部 像是紧急停车 那么凑秒数 或逆向躲避政策等等 但这些危险行为 恐怕比拿到超速罚单 会更加惨的 新北市上个月 率先在重新桥 机车道试办区间测速 时速呢 其实限制就是40公里 一个月过去了 在新北市交通局 突然宣布要取消 因为根据统计呢 重新桥一共发生 15起车祸 26日受伤 平均每两天就有一起车祸事故 而整体量案件呢 这个量数比去年不减反增 高雄发生这样的超商随机 性侵案让不少人非常震惊 因为大家觉得超商灯火通明 24小时都有电源在 怎么敢做这样的离谱事前呢 应该是比较相对安全的啊 但遗憾依旧发生 在两分钟之内性侵得逞 那么现在也说了 其实虽然有电源在 但可能还是有死角 第一个可能电源没看到 或者只要忙其他事情的时候 这就疏漏了 到报警的时候 已经是为时已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在庆祝香港回归 25周年大会当中发表谈话 结果香港各界下 开始纷纷举办座谈会 要学习习近平讲话的精神 有软家就直言说 这个现象是把中国的 政治学习文化搬到香港来 对领导人是有个交代 也是交功课 那么就在北京下指令 全香港全面中国化 这里头右下角当中 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内圈 也从香港内部政党 商会还有社服单位 一一的吉利宣讲 习近平七一谈话当中 可见端倪 不过这次习近平访问香港 还刻意带上了 才刚刚上任前几天 那么圈杆红色 这位是公安部长王小红 外界分析说 这背后重要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他的安全口量 尤其习近平防港两天 罕见不在香港过夜 而且大动作 乘坐是从中国内地 带来的防弹车 外界就分析说 这最大原因 是因为他担心被暗杀 尤其今年来习近平访问 澳门跟西藏的时候 都是王小红贴身随护保镖的 那么他也被视为习近平 是最幸的过的 中南海第一护卫 而另外底下当中 可以看到另外一位 红色圈起来的 则是被视为 军委枪杆子的钟绍军 他也是一路陪同习近平 见了是驻港部队官兵 也是有指标意义 那么就在中共二十大前 反习跟挺习的斗争当中 这一位呢 事实上我们昨天为您报道 他是河北公安厅长刘文喜 突然猝死 现在也被网络热议了 他可能是被死亡的 因为知道的太多 手机型实弹涉及的演讯 那么同学曝光 美国海军MH-60S 海鹰直升机的相关演练画面 而这次呢 环太平洋军演当中 除了规模盛大 各国席都派出了 相当精锐的部队来联合操演 其中就包括像是有 两栖特战队 也出现了是日本跟韩国军机 同框的画面 而面对的中国跟俄罗斯 刻意在这段时间 那么事实上呢 他们以军舰绕行日本的方式 来做个宣誓的意义 宣誓的举动 这让呢 日本韩国跟澳洲 三国的军舰联合起来了 立刻就在了冲绳以东 这地方韩域 加开所谓的 守护自由硬派的军事演习 而另外呢 在乌俄战争当中的蛇岛 其实我们新闻当中一直在报道 是否给予中国 有一定的所谓的军事指标意义呢 是刻阻作用吗 那么最近呢 在俄军已经撤离黑海的蛇岛之后 日经亚洲媒体则报道 影视专家的分析 这不仅意味说 俄国在黑海建立反介入 区域拒职是失败的 同时对中国更是一大据性 因为象征 未来解放军 也要是想在东海南海 采取相关的政策掺略 想要呢 拿下一个小岛 那么阻决美国等外国军队进入 就变台湾可以为所欲为 恐怕势必在没有取得 绝对的制空权之下 是难以如愿的 第一晚料理店 有不少鲑鱼创意料理 但有的主打是浮夸戏鲑鱼塔 那么有的推出巨无霸的 罗寿司 还有满满的快溢出来的骰子 鲑鱼丼饭 那么业者呢 其实如果要做这些料理的话 鲑鱼用量起码是一天要四五十斤的 可以说是进货品项的大宗 但现在有疫情 又有战争的角局之下 成本越涨越高 苦成许久之后 最后还是得要反映在消费者身上